現在英國 英國又說話了 剛才那個邱淑提署長有說 英國他們的強森 把他們的疫情搞得一團混亂 所以他們現在把焦點 放在這俄乌戰爭 英國的外交大臣 現在帶了一個風向 這個風向叫做 各國必須按照國際的準則 該譴責要譴責 該制裁要制裁 包括中國 再一次的 英國又點名了中國 但是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回應了 他說北約明明是 北大西洋的軍事組織 近年來跑到亞太地區 來挑動矛盾 北約已經搞亂了歐洲 難道還要搞亂亞太 搞亂世界嗎 鄭生錡教授 我說像這些英美 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 他們真的覺得說 全世界都要聽他們 他們是老大 說的就算 什麼叫做國際規則 所謂的國際規則 他們認為是他們就是國際規則 別人不聽他覺得是違反國際規則 還知識點點 如果講的這個 最近剛好很有趣 就是我們前十三個禮拜也談過 南台平壤那個所羅門群島 跟中國好一點 說美國你不是乾一乾一叫 那你可以做 為什麼中國不可以跟所羅門群島好 美國都已經幾年 二十幾年都沒有去過所羅門了 那你這個俄烏這部分 你就說好像俄國是本身怎麼樣 然後中國變得要聽你們 要配合你們 憑什麼 你後面還會談到說那個所謂的 中共它這次新華社整理這個 十一種謬誤 也就是說一路以來 俄烏戰爭開始 它從頭到尾都是潑髒水在中國身上 意思是說俄跟烏 中國跟俄國是事件都知道的 然後發表聯合聲明 中國還跟他提出要求說 時間要哪一天哪一天打 像這些他們就可以隨便栽贓 所以中國也很明正 這個明正嚴肅就反駁了 那汪文斌為什麼這樣講 他也不直接回應他說 我到底要不要聽你的 他就說你北約是啥玩意兒 你今天要把印太這邊 搞成另外一個這個亞洲的北約 你們要按照國際遊戲規則嗎 你們照說是在北太西洋那個地方 一個地方的局部性的 一個軍事聯合組織 那你怎麼所謂只干涉到東方來呢 你們有照國際遊戲規則嗎 你們自己本身才是不按照遊戲規則 所以重點是 這一群人真的是作賊的喊作賊 他們本身就是賊 然後就先說別人是賊 叫大家去作賊 他箭頭一指 這完全是個霸權主義的一個作風 那過去其他小國真的就是忍氣吞聲 這一次中國大概覺得說不能再忍了 再忍下去真是退無實所 所以很多次都一一就反擊 包括我們講那個 此一種各種各樣的謬論 那我覺得這為什麼是重要 台灣特別特別困難 只要有關中共的 不分真假 全部這個西方來的都照收 更何況對中共了 幾乎是好的沒有都是壞的 所以我們對於中共好的這一部分 不但不知道 對不是的虛假的部分 包括這次這種虛假的 西方這種直直點點 中國的反駁 我們根本不會在乎的 我們在美國一講 這等於是事實 美國人講的就只能是歸孽 這是我們最糟糕的地方 然後有關這個國際之間的角力 像我剛剛提到說像印尼 人家還是有點骨氣 我們從來不去面對這個問題 美國憑什麼在那邊 給人家支持點點 像英國這個最喜歡 在背後跟美國聯合 他們這一次俄乌戰爭 英國人也是撈得夠多的 也是夠狠 夠壞的 然後今天放火的 別人他本身放火 他說你為什麼不參加一起放火 而中國一直講說和平和平 是希望能夠救火 他說你這個救火本身 就是沒有配合我 把這個問題燒得更大 這個整個是 這個問題是在台灣 為什麼講說這個節目也是很重要 我幾乎看到那個主流媒體 都是跟著美國跟 因為這種東西掉掉在唱 所以我真希望說這次俄乌戰爭 對我們台灣一個很大好處是 跳脫以美國為主的 這麼一個意識形態 跟國際輿論 讓台灣自己有自己獨立的言論 所以像這種就多聽聽 好不好 你知道公平嘛 你聽聽 西方的也聽嘛 中方也聽 二方也聽 完全是聽美國這方面 實在是最糟了 其實中國講得很明顯 他講得很明白 汪文斌就說了 他說呢 所謂的國際關係準則 跟鄭教授講的一樣 這不是小圈子 小集團的家法方規 意思就是 不是你們英國 美國 歐盟 你們說了算 你再怎麼樣 你有把聯合國放在眼裡嗎 再怎麼樣 你要follow聯合國吧 我以為你怎麼看呢 現在北約然後呢 再次的英國又點名中國 沒錯 我們看這次烏二戰爭裡面 老實講聯合國的角色 包含聯合國的制裁能力到現在 不管是俄羅斯不管 不管是烏克蘭不管 甚至是美國 英國 其實全世界好像都沒在管聯合國 聯合國的用處在這次烏二戰爭 盪然無存 所以當然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外交部長 要去這樣講這句話 因為他們認為今天會造成烏二戰爭持續下去 就是以美國為首 美英為主這些小圈圈 他們就是希望讓戰爭延續 包括剛剛鄭老師提到的 印尼這個居村體 半年後的事情 你現在就要飛鎬說不要讓普丁來 然後這個印尼要邀請人司機來 讓他們好好和談 然後美國還反對 為什麼要反對 你讓一個烏二戰爭好好做下來和談 讓這個戰爭趕快結束 這不是全世界人的夢想嗎 不是全世界人的期望嗎 就會發現美國不斷在阻撓這件事情 不是這樣子嗎 很多人在講說 今天為什麼烏二戰爭一直持續下去 因為西方國家不斷地運送很多 大大小小的所謂軍事武器進去 包含美國加強所謂的軍事援助 以及什麼鳳凰號無人機跟榴彈砲 大家知道那個鳳凰號無人機 把它類比 很像以前我們看到日本的那種神風特攻隊 但它是無人機 它是一個自殺式的飛機 然後它具有它是介於巡弋飛彈 跟所謂的無人機中間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它有一定的這個滯空的這個飛行的時間 它去搜尋目標 鎖定目標之後 它就會變成像巡弋飛彈一樣 變成一個飛彈一樣炸過去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讓一個戰爭 趕快結束的話 你放一個這樣子的無人機在那邊 做一個自殺式的攻擊 幹什麼呢 玉石拒焚嘛 魚死網破嘛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其實根本看得出來 美國根本不想讓這個戰爭結束 包含所謂北約東擴問題 剛剛提到 所謂的芬蘭跟俄羅斯 大家知道芬蘭其實過去跟俄羅斯 是領土接壤的 有所謂的領土爭議 後來芬蘭經過各地賠款之後 好不容易換掉它的中立化 如果今天芬蘭進入了所謂北約的話 會讓北約直接面對面的跟俄羅斯領土交往的時候 會有更多可能性的衝突 然後很多人說那瑞典啊 瑞典國土沒有跟俄羅斯交接啊 但問題是 瑞典它是控制所謂的菠蘿的海 所以今天俄羅斯它不管 聖彼得堡等等港口要出海的時候 要進入菠蘿的海的時候 其實如果今天瑞典也加入北約的話 也會影響到俄羅斯在菠蘿的海的一個控制權 所以它這個不斷的加入之下 讓俄羅斯其實 我們過去學歷史的時候說 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火藥庫 巴爾幹半島是一戰的導火線 我覺得接下來很多人在說 會不會進入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認為 最近大家看烏克戰車 它開始戰爭開始收斂了 但我認為最後的烏克蘭 很有可能會變成所謂第三次大戰的一個 火藥庫跟導火線 怎麼說呢 雖然現在已經收斂了 但大家看到 俄羅斯撤到所謂烏東地方了 烏東地方它有沒有控制權 目前看起來控制還不錯 而且它有持續權 為什麼 它的補給線 它的所謂兵員攻擊線 因為它接壤它俄羅斯的領土 所以它補給沒有問題 不會發生在前一陣子說 坦克看到基礎附近之後停下來 沒有游流的問題 對 但我發現 當烏東開始在不斷地 還在進行戰爭的時候 然後俄羅斯時不時地發射飛彈到基礎附近 對 時不時發射飛彈到烏克蘭的領土裡面 所以未來它這樣子的模式只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如果今天你北約不斷的東擴 雖然烏克蘭沒有加入北約 但其他國家都加入北約之後 然後西方國家以更大的武器 甚至是還有所謂波蘭進入所謂的 它過去歷史土地的這樣的問題 這樣傳言出現的時候 如果一不小心扣除烏克蘭其他的西方國家 真的哪一天不小心俄羅斯發生衝突的時候 真的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很重大的大火線 到時候不是就只有烏克蘭跟俄羅斯問題 可能是整個歐盟是可能整個西方國家 跟俄羅斯會有直接對抗的問題 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一個想像中的事情 它很有可能是現實會發生在你我身邊的事情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旺旺水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頻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b的容量的物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